据印度斯坦时报等印度媒体报道 德尔塔加被认为是新冠病毒最危险的变种 这种变种毒株在马哈拉斯特拉邦 克拉拉邦和中央邦传播 情况令人担忧 报道称 首例德尔塔加变异毒株病例 为一名来自中央邦伯帕尔的65岁妇女 她此前感染新冠并已经康复 此外 她也已经接种了两剂疫苗 她的样本于5月23号被采集 印度国家疾控中心 于6月16号发布报告称 她的德尔塔加检测结果呈阳性 马哈拉斯特拉邦卫生部长 吉拉什托普21号表示 该邦已经报告了21例德尔塔加病例 托普说5月15号以来 已经采集了7500个样本 其中发现21例感染德尔塔加 她还补充说 这些患者的疫苗接种状况和旅行史 正在确定之中 克拉拉邦政府官员21号表示 在两个地区采集的样本中 发现了德尔塔加病例 官员们补充说 政府已经在这些地区采取严格措施 防止疫情进一步蔓延 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相关方 20号再次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 举行会议 并讨论恢复旅行伊朗核协议 及美国解除对伊朗制裁等相关事宜 伊朗首席谈判代表 副外长阿拉格西说 各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接近达成协议 代表们将在这次会谈后暂停谈判 各自回国磋商 俄罗斯欧盟代表也表示 恢复旅约的协议即将达成 阿富汗前总统卡尔扎伊日前表示 美国和北约军队在阿富汗发动军事行动 近20年 并没有消灭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 也没有为阿富汗带来稳定 美国和北约在阿富汗的行动失败了 是完全错误的 他指出 美国和北约的军事力量应该离开阿富汗 2001年911恐怖袭击后 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 在此后近20年的动荡中 大量阿富汗人流离失所 沦为难民 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 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东诺夫20号表示 美国当天宣称将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 对此 俄罗斯感到遗憾 并表示 美国选择的这条路 不会带来好的结果 当天早些时候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捷克沙利文表示 美国将继续针对参与北溪二号项目建设的俄罗斯公司实施制裁 西非经济共同体成员国领导人日前举行会谈 并一致决定采纳一份新路线图 根据新路线图 各成员国将在2022年至2026年期间执行新的货币驱同协定 并在2027年在该地区启用单一货币 以促进贸易和经济增长 西共体2009年制定路线图 拟于2020年开始推行单一货币 但受新冠疫情冲击不得不暂缓之行 欢迎访问欧视TVYouTube频道 您可以在YouTube上搜索Manda Han Dele 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 了解中法资讯 敬请关注欧视TVYouTube频道